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新概念第一册的课堂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开始学习第30课了 Lesson 30,第30课 那么在上一节课,Lesson 29,第29课中 我们一起学习了一篇,名字叫做 An Unusual Day 不平常的一天,这样的一篇课文 那么在这一课中呀,我们学会了如何问时间 叫做What's the time What's the time 意思呢,就是现在几点了 那么我们同样也学会了如何回答 当然了,在上一节课中,我们主要学习如何表达整点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样几幅图 第一幅图,我们看这一张图片啊 时间显示的是10点钟 So it's 10 o'clock It's 10 o'clock 那如果我们想表达是在早上的10点钟 我们就可以说 It's 10 o'clock AM It's 10 o'clock AM 那么这里的AM就表示的是上午 那我们来看第二幅图片 这幅图片的时间啊,显示的是4点钟 4 o'clock 4 o'clock 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想指明它是在上午还是在下午 就可以在后面加上PM表示下午 So it's 4 o'clock PM It's 4 o'clock PM 现在啊,是下午4点钟 那么在上一节课中,我们除了学习这个时间的表达之外啊 我们还接触到了方式状语 by bus by car by bike 以及呢,on foot 那么在上一节课中,我们主要练习的一个句型呢 叫做 they usually 怎么怎么样 but today they怎么怎么样 意思呢就是说 他们通常都干什么什么事情 但是今天呢,他们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句话 they usually go to school by bus but today they are going to school on foot they usually go to school by bus but today they are going to school on foot 他们平常呀,都是坐公交车去上学的 但是啊,今天他们正在步行着去上学 好,那么简单的review了一下我们上节课的内容 那么今天这节课,Lesson 30 我们要讲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看啊,今天这节课的标题叫做 is that all? is that all? 就这些吗? 那我们说啊,咱们中国人去吃饭 如果点餐的时候 我们会说 哎,要这个菜 这个菜 这个菜 还有这个 那么过一会儿啊,可能服务员会再询问你一下 请问你点完了吗? 或者说一句 就这些菜吗? 那么在英语中呀 如果我们想表达这个意思 就用标题中的这句话 叫做 is that all? is that all? 就这些吗? 好,那么今天啊 我们主要学习的句型啊 是这样两句话 第一个是 do you have something? do you have什么什么? 你有什么东西吗? do you have? 那么第二句话呢 是 what else do you need? what else do you need? 你还需要什么东西? 那么在练习这两个句型的过程中呢 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学过的 关于名词 可数和不可数 单复数的概念 好,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今天的课文录音 so now let's begin with our listening part 那么今天的课文呢 老师把它分成了 three part 三个部分 那么针对今天的课文呢 老师有一个问题给大家 so I have a question for all of you what is the question today? listen carefully 仔细听好今天的问题哦 does the lady buy any truck? does the lady buy any truck? 今天的这位女士呀 她有没有买粉笔呢? 好,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今天课文录音的第一部分 the first part when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first part of this dialogue pay attention what kind of envelopes does the lady want? 那么老师刚才说的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当你听第一部分的时候 注意啦 pay attention 这里是注意的意思 注意什么呢? what kind of envelopes does the lady want? 这位女士呀 想要哪一种信封呢? 好,我们一起来听课文 I want some envelopes, please do you want the large size or the small size? the large size, please do you have any writing paper? yes, we do 好,那么刚才这一部分呀 就是我们今天课文录音的 第一部分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the second part 第二部分 那么在听第二部分的时候呢 注意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定代词 ones 请问它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仔细留意哦 I don't have any small pads I only have large ones do you want a pad? yes, please and I want some glue a bottle of glue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the third part 同时呢 也是 the last part 即是我们的第三部分 同时呀 也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 那么在听第三部分的时候 老师依然有一个小小的task 要留给大家 task 任务的意思 那么在听第三部分的时候 留意一下 当服务员问完 is that all? 那么这个lady 这位女士 她是怎么回答的呢? 那么同时呀 不要忘记了 今天老师针对这篇课文 提出的问题是 does the lady buy any truck? does the lady buy any truck? 这位女士 到底有没有买粉笔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and I want a large box of chalk too I only have small boxes do you want one? no, thank you is that all? that's all, thank you what else do you want? I want my change 那么其实我们最后一部分的课文呢 是比较有趣的 最后一句话呀 what else do you want? 这个收货员问 哎,您还需要什么呢? 那么这位lady 这位女士她说 I want my change 哎,我的零钱 你还没找给我呢? 是不是 挺有趣的呢 那么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 does the lady buy any truck? does the lady buy any truck? 这位女士 她到底有没有买粉笔呢? 答案啊 应该是 no, the lady doesn't buy any truck no, the lady doesn't buy any truck 不,这位女士 她并没有买粉笔 那接下来呢 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吧 那么在今天的词汇部分 vocabulary part 我们将会学习一些有关文具 stationary的词汇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要学习哪些词呢 哪些文具 大家可以跟着老师 把这些单词都好好的读一读 第一个 文具 stationary stationary 第二个 envelope envelope 信封的意思 那么信封呀 也就是通常我们写完信 要装的那个小袋子 在信封上面呀 我们可以贴上邮票 然后呀 邮递员叔叔就可以帮我们把信 寄给想要寄给的人了 那么英语中 信其实呢是letter 而外面的这个小套子叫做信封 envelope envelope 那么下一个单词 pad pad 它呢是信件簿的意思 那么什么是信件簿呢 信件簿啊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文具店里面会看到的 外面呀有一个硬硬的纸壳子 那么里面呀有厚厚的一叠信纸 那么这样一本东西呢就叫做pad 信件簿 那么说起来呀 现在呀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那么iPad其实呀是一种平板电脑 现在呀也是非常的流行 it's very popular nowadays 不知道你们各位都玩过吗 那我们看下面一个单词 writing paper writing paper 这个呀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信纸 writing paper 那我们说厚厚的一叠信纸 就是心肩布 pad 好下一个单词 glue glue 胶水 那么现在呀可能大家很少见到这种液体的胶水了吧 目前可能更加常见的是那种固体胶 不会随便流出来非常的方便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chalk chalk 那么这个单词呀老师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同学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呀 就会看到老师拿着这个chalk 会写在黑板上 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吗 没错 就是我们的粉笔 chalk 那么我们现在呀已经学会了粉笔的英文说法 那么黑板用英语应该怎么表达呢 应该是blackboard blackboard black我们之前学过是黑色的意思 那么board这个单词呀其实在英语中也有一块一个板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blackboard它是一个合成词 意思呢就是黑板 那么你们可能会在英语课上听到老师这样说 dear students please look at the blackboard please look at the blackboard 意思呢就是说 同学们呀不要动张西望了 看黑板 那么除了老师刚才讲过的这些单词以外呀 大家平时还经常用到的文具有 钢笔 噴 噴 铅笔 pencil pencil 橡皮 eraser eraser 尺子 ruler ruler 那么这几个单词里面呀其实有两个单词非常的有趣 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eraser 橡皮 那么在英语中呢 erase erase 其实呢是一个动词 有擦除擦掉的含义 那么在后面呀加上了一个字母r 就变成了擦去什么东西的这样一个东西了 嗯 怎么样想到了橡皮吗 那么在汉语中呀其实有这样一个成语叫做信口瓷黄 那么这个瓷黄呀其实就是一种涂料 古人呀写字写错了就会拿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涂一涂 那么这个词黄应该算是古代的erisa 古代的橡皮了吧 我们来看第二个有趣的单词 ruler ruler 尺子 那么ruler在英语中呢就是规矩规则的意思 那么我们都知道呀 平时画图或者呢做作业的时候 有了尺子笔着 你画线画图才不会歪歪扭扭 实际上呀 尺子 ruler就为你画线画图 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规则 这样一个规矩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尺子 ruler和rule 规矩规则 这样两个单词合在一起记忆 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记住呢 练习时间到了 大家动动手吧 好那么学完了这么多关于stationary 文具的词汇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文 今天的课文呢是一段对话 是一位女士 a lady和一位售货员 a shop assistant之间的对话 那我们用英语呢可以这样说 It's a dialogue between a lady and a shop assistant It's a dialogue between a lady and a shop assistant Dialogue对话的意思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那我们说一段谁跟谁之间的对话呢 要用到借词between between a lady and a shop assistant 就是呢一位女士和一位售货员之间的dialogue对话 好那我们现在呀从第一部分开始看吧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t 这位女士呀来到这个店里 说I want some envelopes please 我想要一些信封 那么这个售货员回答说 Do you want the large size or the small size 那么这个女士回答说 The large size please 那么刚才这第一句话呀 这位女士说想要一些信封 她是怎么说的来着 I want some envelopes please 那么这里的这个动词 want就是想要的意思 这个呀我们之前就碰到过了 那么其实啊更地道的说法 这句话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some envelopes please 那么这里的would like 算是一种结构吧 经常用于买东西 或者呢吃饭点餐的时候 表示一种委婉的请求 好我们看下面一句话 Do you want the large size or the small size 注意这句话的语调 没错这个句型呀再次出现了 叫做选择疑问句 那么读前半部分的时候呢 语调是要上升的 而后半部分呢是需要下降的 听我呀再读一遍 Do you want the large size or the small size Do you want the large size or the small size 那么这位女士回答说 The large size please 原来呀她想要大号的信封 这里的the large size 其实就指的是 the large size envelopes 大号的信封了 好那我们继续看课文 这位女士又接着问道 Do you have any writing paper? Do you have any writing paper? 原来呀这位女士她想买信纸 This lady wants to buy some writing paper 那么这位女士刚在提问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any 没错因为这里是疑问句 我们需要把表示一些的some 变成any才对 那我们来看这个shop assistant 这个收货员她是怎么回答的 她说yes we do 那么这里的do其实呀就是have的意思了 yes we do 我们可以理解成yes we have some writing paper 是的我们有一些限制 那么说到刚才这个do you have什么什么句型 我们来练习一下吧 那么现在呀老师给各位同学 这样一组一组表示一些事物的名词 我们拿来练习一下吧 首先呀还是先跟老师一起把这些单词读一下吧 butter cheese honey jam beans potatoes wine beer bread biscuits grapes bananas mince steak steak butter eggs lettuce cabbages beans peas 那么这些词组呀其实都表示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食物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按照这样一个句型来练习 仔细听好了 我们假设A说 do you have any butter 你有些黄油吗 do you have any butter 这里的butter它是不可数名词 但是呢它也可以用zum来修饰 那么放在疑问句中自然变成了any 所以呢这个提问是 do you have any butter 那我们假设B来做否定的回答 他说到 no I don't have any butter but I have some cheese 听我再说一遍 no I don't have any butter but I have some cheese 不 我没有黄油 但是呀 我有一些奶酪 好 那么熟悉了这样的一个句型 是A B之间的一个dialogue 那我们接下来挑三组词组来练习一下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 那么第一组词呢是honey和jam 蜂蜜和果酱 那我们之前学过honey和jam都是不可数名词 那我们这样提问 do you have any honey 你有一些蜂蜜吗 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否定的回答 应该是 no I don't have any honey but I have some jam 不 我没有蜂蜜 但是呀 我有一些果酱 好 我们来看第二组单词 grapes和bananas 有没有同学记得这两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grapes就是葡萄的意思 而banana是香蕉 那我们看到这里grapes和banana 单词后面呀都加上了字母s 变成了grapes和bananas 那说明这个呀是它们的复数形式 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这两个单词呀 它们都是可数名词 countable noun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提问了 假设A同学问 do you have any grapes do you have any grapes b说 no I don't have any grapes but I have some bananas no I don't have any grapes but I have some bananas 我没有葡萄 但是呢我有几根香蕉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最后一组单词 是butter和eggs这样一组 butter是黄油 那么它在英语中呀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uncountable noun 而ag 鸡蛋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it's a countable noun 好那么点名了这一点 我们接下来再来造句就非常简单了 跟着老师一起来试一下吧 A同学问 do you have any butter 你有一些黄油吗 B说 no I don't have any butter but I have some eggs 我没有黄油 但是呢我有几颗鸡蛋 练习时间到了 大家动动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好,那么各位同学 做完练习以后呀 咱们接着看课文 售货员又说到 I don't have any small pets I only have large ones Do you want a pet? 那么这位女士说 Yes, please 那么刚才这位收货员 他的意思呢 是这家店啊 现在没有小号的信纸了 那么他提问的时候 说到Do you want a pet? 这个pet再强调一下 就是刚才老师说过的 信肩布 就是那种外面 有一个硬硬的壳子 那么里面啊 都是这样一叠一叠的 writing paper 信纸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我们接着看课文 看这位lady 她还买了什么东西 and I want some glue a bottle of glue 一瓶浇水 那么这里的glue 浇水 它是一个不可署名词 uncountable noun 那么前面呀 用some来修饰 而a bottle of glue 就是一瓶浇水的意思 那么刚才在词汇部分 vocabulary里面啊 老师也说了 现在可能很多同学 更常见到的是固体浇 不会乱流 那么我记得呀 以前我的爷爷奶奶 他们都用浆糊 那么现在的孩子呀 可能很多都不知道浆糊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接着看课文 这位女士说道 and I want a large box of chalk too 她想要一大盒的粉笔 a large box of chalk 那么这个售货员啊 她回答说 I only have small boxes do you want one? 我呀 只有小盒子包装的粉笔 你要来一盒吗? 这里的不定带词 one其实就指的是 a small box of chalk 一小盒的粉笔 那么这位女士说 no thank you 她不要小盒子的 那么紧接着呀 这位售货员又问到 a that all? a that all? 这个呀 也是我们今天课文的title标题 意思呢 就是就这些吗? 就要这些吗? 你要买的东西都买完了吗? 那么这位女士回答说 that's all thank you 意思就是说 是啊 就这些 谢谢了 那么在这里呀 老师想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短语 that's all 它的用法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用 that's all 有这样两种场合 第一种呀 表示 仅此这些 或者呢 没关系 没事 没什么 就这样 就这个意思 比方说呀 我们来看 这样一个对话 a说 how are you feeling? 你感觉怎么样啊? b回答说 fine just a little tired that's all fine just a little tired that's all 就是说 我还好 没事 只是有点累而已 没别的 那我们接下来 来看一下 第二种场合 在第二种场合中呀 我们说 这个that's all 它通常用来表示 说话 或者呢 做某一件事情 做完了 意思呢 就是 什么什么完了 什么什么 结束了 比如说 上课的时候 老师让你上台 说一段话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时候呀 你就走到台上 说完了 长长的一段话 那么在你说话 结束的时候呀 你就可以跟大家 说这么一句 that's all thank you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大家呀 我的发言 结束了 完了 谢谢各位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再比如啊 我们说 老师讲完一节课 45分钟 那么这个时候呀 下课零打了 老师把课本收起来 说了一句 that's all for today that's all for today 意思呢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呀 就到这里了 今天的内容 我们已经讲完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 看一下最后一部分的课文 在这里呀 shop assistant问到 what else do you want what else do you want 那么这样一句话呀 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 你还需要点什么吗 what else do you want 你还需要点什么 那么这里的 what else 各位同学啊 可以把它看成是 表示疑问的一个短语 else表示 其他 what else 其他的什么东西 do you want 你想要 好 那比如我们来看 这样一句话 what else could I say what else could I say 那么通常呀 你可能会在非常无语 非常无奈 或者呢 非常愤怒的时候 说这样一句话 what else could I say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那么其实这里最有趣的呀 就是这个 lady 他的回答 在shop assistant问他 what else do you want 你还要点什么 你的东西不是都买完了吗 怎么还不走呢 那么这个时候呀 这位女士她说的一句话 让我笑了 她说 I want my change 我还等着拿我的零钱呢 你还没有把我的零钱 找给我呢 那么这里的change 就做名词 表示零钱的意思 什么是零钱呀 就是比如说 你想把十块钱 变成一块一块的 或者呢 你想把一块钱 变成一毛一毛的 那么这些都是零钱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dialogue 今天的这个对话呀 我们就学习完了 练习时间到了 大家动动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直播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老规矩 跟着老师一起来review一下 我们今天啊都学到了哪些有趣的知识点 好那么在今天这节课中呢 我们主要学习了这样几个句型 第一个呀是 do you have什么什么 这点其实算是一种复习了 在句型训练的过程中呀 我们复习了名词的单复数 以及呢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的概念 那么除此以外啊还学了这样几个句子 叫做what else do you need 您还需要什么东西 is that all就这些吗 以及回答中可以说 that's all就这些 那么刚才老师还讲了 that's all经常使用的 可是有两种场合 这个大家平时呀在日常生活中 也是可以用起来的 好那么复习完了以后呀 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Cultural Tibbet 文化小趣闻部分 那么在今天这节课中呀 老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小费这个话题 那为什么想到说这个小费呢 因为呀咱们课文中最后一句话是 what else do you want I want my change 我想要我的零钱 那么说到这个零钱 change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词 小费 tip tip 那不知道各位同学 有没有小费这个概念 我们说啊在中国吃饭一般很少给这个服务生小费 但是呢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中 比如说呀你去英国或者美国的餐馆吃饭 如果呀吃完饭 你只付了自己的饭钱 但是呀却没有给这个服务生 他们一点小费的话 他们会认为呀你这个人非常的吝啬 非常的抠门 非常的不懂规矩 那么今天呀老师就要跟同学们聊一聊 这个小费到底应该给多少呢 你觉得多少比较合适呢 可们呀有些同学会说 老师你想到小费 tip这个话题是由课文中最后一个单词change 零钱这个单词来引来的 所以呀我猜是不是付钱的时候 所有的零钱都应该给这个waiter或者waitress 也就是服务生的意思 那么男生叫waiter 女生呢叫waitress 那其实不然 今天呀老师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小费到底应该付多少比较合适呢 那么拿去餐厅吃饭这件事情来说吧 我们说啊在餐厅付小费的情况是最常见的了 一般来说呢 午餐lunch需要付10%到15%的小费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中午呀去一家餐厅吃饭 那么一进门呀就有试者 有这个服务生为你来服务 问你需要点点什么 以及之后的呀帮你端茶送水 帮你收盘子等等等等 那么在你吃完饭了以后呀 你就需要呀把你自己账单中 拿10%到15%给这个服务生当做是他的小费 作为一种为你服务的感谢的表达 那么晚餐dinner比较正式 一般呢需要付15%到20%的小费 那如果你没有给到这个服务生这样的比例的数字的话呀 那他可能会觉得你对这家餐厅非常的不满意 比如说啊你觉得菜很难吃 或者呢你觉得这个waiter或者waitress对你服务的不周到 那么相比较而言 在中国我们就没有这么讲究了 哪里还用得着去算这个10%是多少 20%是多少呢 是不是特别的麻烦 那么这种情况呀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了 老师在课程中呢 给大家普及各种各样的文化的这个趣闻 cultural tidbits 也是相当于给大家打了这样一个文化上的预防针 以后呀你去西方餐厅 可不要被别人认为是非常mean 非常吝啬的人哦 好那么关于小费tip 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了 See you next time